小杰 小杰 这么晚还没睡啊 小杰 说话呀 爸 怎么了这是 有气无力的 跟着端气似的 我遇到了妲己 说说 怎么了 就是 就是 我现在我没法跟你说 我回头跟你说 你这跟我还保密啊 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我需要鼓起勇气去面对 我需要老爸给我加油打气 你还需要我给你加油打气啊 你自己不就是开加油站的吗 我们全家人不都老到你那加油吗 加油站都快没油了 没油了 你还有没油的时候啊 行 等会儿啊 好 给你打个电话 是石油公司吗 我是李海潮李总啊 有个小事得麻烦你们 我的那闺女的加油站呢 没油了 你们给劈点呗 能劈多少 五车 太少了 怎么也那五十车啊 什么时候能送到 没油了 行 2av0 行 明日早上 dernier 有空到我店里吃面 好 冷 听见了吧 搞定了啊 明天早上你睁眼 油就加满了 谢谢爸 不客气 爸 对不起 我怎么扯得对不起上了 你说说 我就是觉得 你为了我 你连个老婆都没去 我没去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当初我跟子秋她妈不也出过吗 你还忘不了贺美阿姨啊 没有 这不是后来有了你们仨 有了你们仨就没人给我介绍了 就是说你自己其实是想找的是吧 我说不想 你说实话 实话就是不想 这些年我跟你明爸 咱们过日子挺好 我跟他也就商量了 我将来干不动了 我们俩都一起去养老院养老 养老院 你以为人家养老院这么好住啊 人家要是你签字的 那怎么着 那到时候还得麻烦您老受累 帮我签个字 是吧 我不签 以后我就要跟你住在一起 伺候 谁伺候谁还不一定呢 你想想啊 就你这样 再生个孩子 比你还皮 我是伺候还是不伺候啊 算了吧 我还是去养老院 想几天清福得了 也 也是啊 得了 这有的没的说半天 赶紧睡吧 完了啊 等一下 还有一句 赶紧 老爸我爱你晚安 想起第一次握你的手 想起第一次握你的手 你寂寞想我是你所有 你寂寞想我是你所有 这手气太好了 又要浮了 南风 李叔 李叔我要上厕所 你来帮我打一下 你这 快点快点 行 我定牌呢 赶紧的就等你了 好久也没打了 赶快抓牌 晚安 赫超啊 你跟秦阿姨说实话啊 这鹤门一约你见面 就为了看看紫秋啊 你俩没什么吧 我俩都有什么呀 人家都再婚 孩子都好几岁了 真的 你说这个鹤门啊 她怎么长得 跟着西游记里的妖精似的呢 老是那么年轻 她也不老你说 现在没有整容啊 往脸上打玻尿酸 我觉得吧 这个女人呀 就应该优雅地老去 这脸上皱纹也是时光的可憎啊 你看见当老师的 说话就是有水平 思想也端正 我看鹤眉年轻的时候 苗眉画眼呢 很会打扮的 妈 看鹤眉啊 我是看走了眼了 我就是觉得她漂亮 女人漂亮不漂亮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心里美 那才是由内向外散发着光彩呢 海淘哥 对吗 对 你有学问 说的肯定有道理 我不懂 我听秦阿姨说 你家尖尖呀 特别懂事 孩子什么时候回来呀 一周回来个一两趟 下回呀 把你家儿子也带来 孩子们也尖尖 认识认识啊 对对对 不不不不合适 你再让人 张老师孩子不高兴 我孩子没什么不高兴的 我们家民主 两个儿子特别尊重我 对了 我的儿子一直想要个妹妹 肯定啊 特别喜欢尖尖 那个 张老师 叫我红鹰 你看红鹰多大吗 还长 你可别害羞了 赶紧的 我还备菜去呢 忙着 不玩不玩 你知道 还不好意思了你去吃 脸皮薄又不主动 她要是脸皮厚点 十个媳妇都娶回家了 没事 秦阿姨 我追她 张老师加油 这么好的男人 可要把握住啊 必须不放过一个 来来来 该谁了 快快 嗨 嗨 我了 这香美事 张老师走啊 走了 秦怡啊 麻烦你回头 跟张老师说一下 我哪不合适啊 我这一个人 这么多年了 我都习惯了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 人家张老师 有手有脚的大活人 人家到你店里来吃碗面 不行啊 有本事你往外轰人啊 我 我不能轰人家 你说但这事怎么去 这扯得孩子见面了 这 这可不是我们的主演 是你家李尖尖说的 她说两家人 坐在一起聊聊天 相开一下品性 你说这 这怎么还跟我们家 小尖说了呢 怎么是 所以我们给你介绍女朋友的 就是你家李尖尖 对啊 我爸性格太好了 千万不能找太厉害的 太刻薄的 别被欺负了呀 我爸现在五十岁 正好有心理出对象 就是啊 对方家庭环境也不能太复杂 不然一天到晚搞些事 我爸得早摔 对 对方孩子也得支持 而且个个上进不能啃老 不然啃到我爸头上 可怎么办呢 对 这考虑得对 对对 还有 要是对方有点文化 那是最好的了 他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健康的爱好 现在都流行跳广场舞 广场舞好呀 广场舞很健康的 他要是再可以读点书 种点花草之类的 那最好了 这样可以陶冶新兴 人肯定查不了 有一个张老师啊 特别符合你这些要求 知数大理 有俩孩子 但是都大了 前两天我带到面馆跟你爸聊过 好像你爸不太积极 形象呢 特别有气质 而且我感觉 他对你爸 很有点意思啊 我怎么喝呀 我跟你说 我爸他就是比较慢热 人比较矜持 多见几回就熟了就好了 到时候我也长长眼 把他们家孩子都约出来见见 能把孩子教育得好的 人也查不了 夏姐姐 没看出来啊 你孩子年纪不大 挺没看人的嘛 谁找你的 您教我的呀 从小到大 您都是这么教育我的呀 夏姐姐 就你嘴甜 行 我再努力努力 好 那我就谢谢姐姐 不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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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走了 好 你们家里姐姐啊 说话跟个小钢炮似 屁里啪啦的 差点把我俩子给炸晕了 她要是开个婚介所 保证赚大钱 说白了 还是孩子担心你 你就跟张老师说吧 还说不成 就算了呗 是啊 老师 在外面 她偶尖 你们实际上 没事 你 figuring